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我们今天来更新一个话题 就是说在昨天发生了 在零巴嫩它产生的一个船务机的爆炸 这个船务机是由台湾制造的 就是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 另外一个就是说日制的无线电队桨机 也产生了爆炸 当然台湾跟日本都表示 这个东西是停产了很久的 而且不是在台湾生产的 只是贴牌之类的 当然他们的说手老师都相信了 我们都相信他们的说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是说 很多人会担心这样子的话 那些圣战士或是一些珍珠党的 会不会来找台湾来报仇 就是来做一些恐怖攻击 这个老师必须说 无论是台湾或日本 这个概率是极低的 然后有这个可能 但是这个概率真的是不高 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才会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些亚洲的一些国家来讲 并没有什么样的宗教上的冲突 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些像 过他们在西方宗教 无论是基督教或天主教 对这些穆斯林 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冲突 当然你在台湾最主要是佛道教为主 然后当然还是有基督教跟天主教 但是他的数量 当然还是没有佛道教传统宗教这么的多 日本更不用讲他是神道教 但他也有基督教 但是他主要还是以神道教为主 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你宗教上没有太大的冲突 自然而然 你说要去做一些恐怖攻击 对他们来讲效用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台湾是比较安全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毕竟这些穆斯林 如果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 他想对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他也得看在中国大陆的面子上 因为中国大陆对外都宣称 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 而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或者是中东的国家 都是偏向中国大陆那一边的 所以是说如果他想来台湾做恐怖攻击的话 那么中国这一关他可能过不去 因为情资部分大家都会有 你来台湾做恐怖攻击 那你是不是在打中国的脸 对不对 所以说基本上台湾是比较安全的 那各位可以放心 那日本还不安全呢 那日本啊 日本最危险的应该是自己啊 各位要去知道 几十年前那个马云彰皇的事件 那最危险的还是自己 那其他恐怖攻击在日本是不容易产生的 加上穆斯林在日本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势力 所以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也不容易 所以说日本跟台湾部分 其实各位放心 那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啊 其实就还是在于是说 你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啊 未来啊 未来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国家 或是有一些比较战乱的国家 他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 无论是传呼机 对讲机 或者是手机 他们可能优先的都会去采用中国制品 而且必须是真正Main China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 这苹果公司他也出来是声明是说 他们可以听取用户的声音啊 声音就是真的我们讲话的声音 但是非必要说他们不会这么做 那什么时候是必要的呢 那自然而然就是 嗯他们决定要不要必要 他们是或是美国政府觉得要或不要 就在这个部分来讲啊 对于是说在你美国或是西方国家以外的 通常都比较介意这件事情 当然百姓可能觉得是说啊 我也没什么好给你确定 你要听就听吧 像老师啊 我有iPad 那你听不听我随便吧 反正你不会想跟我学怎么算命吧 那这个影响真的是比较小 但是对于这些比较战乱的穆斯林 尤其是穆斯林世界 或是非洲国家 他们可能就慢慢的转向 只购买 只购买哦 中国制品 而且必须是Main China 从中国的工厂出来 所以这一件事情啊 以色列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开头 你知道这个是不是以色列做的 以色列他只要说我不做评论的时候啊 多半是他们做的 多半是他们做的 他们只要说不是我做的 那可能就不是 那他说不予评论的 那可能概率是比较大了 但是无论谁做的 你做这件事之后啊 就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 你所有的电子产业 你未来非常不容易的 可以再去这些中东国家去销售 各位不要小看中东国家跟非洲 这些地方啊 他们的消费力道 虽然每一个人均不是非常富有 但是呢 能买的起得的还是很多 比如说你上市的这些市场啊 对于这些 这些已经经济不是很理想的 而且现在的一些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你这个整个物流不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那你要去失去的非洲 或者是中东国家的话 那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 加上中国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大量的去输出 与他们这么多的中小企业 这么多的小作坊 什么一些电子工厂 打螺丝的是不是 那这件事情之后啊 我相信他们的业绩和他们的一些产品啊 都可以有一些已经停产的 他们可能重新生产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必须从中国出去的 这些其他国家才会放心 你说中国出去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吗 问题几率极低 因为对在中国 你穆斯林不会去参与那些 所谓的政治事件 但是呢 其他的地方就比较会 所以说啊 其他问题我们可以留在周日再讲 只是跟各位讲 这个日本跟台湾 请放心 受到报复的概率是极低 除非某些特别激进的 但是理论上 你跟在里巴尼的一些真主党啊 或者是一些盖打组织啊 通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好 我是陈老师 我们周日见